此前网上传出一条惊人消息,那就是知名艺人李一峰由于多次嫖娼而被警方抓获,该消息一出瞬间使得整个娱乐圈都震动了,谁也没有想到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李一峰,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着实让人震惊。 李一峰塌方之后,形象一夜之间崩塌,无数粉丝连夜脱粉,事业也全面崩盘,时作家代言排着队和他解约,之后李一峰本人和工作室账号均被封,工作室也被解散,本以为他已经彻底与娱乐圈绝缘了,没想到或不担心,他又被告上法庭。 近日,李一峰和李一峰工作室被上海库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起诉,案件将于11月29日开庭,该公司正是李一峰出演的《竞双城》的出品方。 资料中显示,《竞双城》是由华策克顿巨库传播和切影视联合出品,巨库还排在前头,《竞双城》在2020年7月31日官宣主演,并发布主演造型,让粉丝期待不已,因为这部剧既是仓余所著的大IP拥有无数书粉,还是由李一峰搭档陈玉琪主演,主角粉也不在少数,在官宣之后可谓是卯足了网友的期待,可惜粉丝等了两年,才在2022年1月16日等来《竞双城》的开播。 《魔改的剧情》《违和的人设》也远不及粉丝及预期。 最终,该剧景收获了豆瓣3.9平分,49.8%的观众打出了一星差评,成为李一峰诸多作品中的烂编代表作。 但正是这样一部口碑频频的作品,出品方却在主演他方之后起诉李一峰,起诉的原因则是影响二轮售卖。 没错,《竞双城》虽然早已播完,成绩也是差强人意。 但作为一部S家极大制作,无论是购买IP费用,还是制作费用都是一笔巨大的投资。 在第一轮完毕后,还会有第二轮,第三轮售卖,助力出品方盈利。 李一峰塌方之后,《竞双城》虽然没有被下架,但显然已经影响到了该剧第二轮的售卖。 或许正因如此,出品方才选择起诉李一峰及其工作室。 对于剧库的这番操作,不少网友都不买账。 他们表示,这部剧制作本就很差,就算李一峰没塌房,也没人会买第二轮。 还有人爆料李一峰这些年原本坚持转型,不想出演竞双城,是在出品方的另一腰下才勉强出演。 现在出了事,居然起诉李一峰,吃相实在是难看。 不过,也有人表示公司也有公司的不义。 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之后,不止达不到预期效果,还因为一个演员的问题影响到整部剧的售卖。 适当提出赔偿也是合理的。 事实上,在一人频繁塌房的当下,不少出品方都变得惊小慎为。 他们甚至会和一人签订一个服务合同纠纷。 合同中有,明确一人在一定时间期限内不能出现负面新闻,以免影响到作品。 若出现负面新闻,则将已面临巨额的赔偿。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降低风险,分担剧组的损失。 李一峰主演的《青双城》是在1月16日开播,3月7日播完。 但不到半年时间,李一峰就塌房了,显然影响了该剧的后续售卖。 出品方起诉李一峰也属正常。 李一峰虽是素人,但仍去为之前的作品负责。 这次,巨库起诉李一峰很多人觉得,双方都有损失。 李一峰本就退出娱乐圈彻底沦为素人。 这次的起诉无疑是雪上加双,而巨库即便获得赔偿,也只能降低一定的损失,甚至还影响了观众员。 双方从当初的合作伙伴到如今的对部公堂,着实有点不体面。 不过,此前就有消息传出,由于太多艺人出事,现在巨方也变得谨慎很多,甚至会在合同中注明艺人在什么期间内出事的话,需要对巨方进行赔偿的什么的条款。 其实也是无奈这句,要真的有一人出事,作品无法播出的,那就真的是血本无归了。 不过,光从这条款入手还是不够的,最重要的还是在选人方面多加留意,选择一些有实力又有人品,正能量的演员才是最应该做的,而不是片面的追求流量。 虽然李一峰已经出事一个多月有余,但是微博中还是有不少他的粉丝时常会提起他,更有粉丝们表示舍不得他的离开。 而在这件事中受到伤害最深的,无疑就是李一峰粉丝们,直到现在还在饱受折磨。 所以在游乐圈的明星们,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,要遵守法律法规,否则出事之后可不光是自己受到损失。 还有那些视你为珍宝,关心爱顾你的粉丝们,也希望明星们多多宣传正能量,做好公众人物。 李一峰个人损失曝光,一脉千万豪彩赴东南亚再出道,对方高价欠他。 李一峰自从他房后便沦为国家老鼠人人喊他,这位曾经的顶流,用实际行动诠释不做不死,最后只剩一句活该。 他不仅辜负了观众们的喜爱,更让粉丝们痛心疾首。 没想到多年喜欢的偶像竟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 李一峰也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,个人账号以及工作室账号被注销,从此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,再也看不到任何最新动态。 本以为他能够痛定思痛,从此过上真正的个人生活,做点小生意重新开始。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,是我们大错特错了。 虽然他已经被内娱所抛弃,但并没有放弃娱乐生涯,还在忙着寻求出路。 网上有消息爆出,李一峰在处理完工作室事情之后,忙着编卖位于北京豪华低端的豪宅,该别墅价值四千万之多,位于北京低商权,是有钱人住的地方。 李一峰这么低有两个原因,一是让自己迅速变现,为付出积累第一笔资金。 原因很简单,现在的他并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,还有经纪人与他一起承担,不仅没有放弃他,反而再想各种办法让他能够东山再起。 直到内娱没戏,便想到国外这条路,而有一家东南亚公司对李一峰非常有兴趣。 对方甚至出高价想见他,对此经纪人一直在与其协商,想要拿到更好的资源,能让李一峰一炮而红。 其实他希望是非常大的,凭借这些年,在内娱的努力,很多作品都在国外很受欢迎,尤其是东南亚地区,受欢迎程度不亚于内娱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而且对于他风波的事情又毫不在意,所以如果选择国外这条路,李一峰再出道的希望很大。 另外一点,出事之后,李一峰因为代言违约金与影视剧违约都很高,据圈内人士透露,光代言费在两年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左右,随之个人损失也被曝光。 保守估计,损失上亿。 从他他方那刻开始,众多品牌纷纷与其解约,全是因为李一峰个人缘故造成解约,带品牌带来严重负面影响,按照一般合同规定,是需要将所有代言费返还,另外需要支付品牌方至少百分之三十的赔偿金。 按照这样来算,李一峰无疑赔了夫人又折兵,不仅要将之前吃进去的土出来,还要多给百分之三十。 虽然这些年李一峰收入很高,不差这些钱,但裹不住代言众多,都佩服的话,自然也承受不了。 而且还有影视剧这部分,如果也承担违约金的话,无疑是雪上加霜。 所以对于李一峰来说,就算是自毁星途,也不敢坐以待毙,更需尽快寻求出路,对东南亚公司抛出的橄榄枝,他自然会接着。 这点从便卖豪宅也能看出为自己变现资金,为重新在东南亚寻求出路而做准备。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事业,也是为了能够赔偿款。 诉说,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但对于李一峰来说,也不是小数目,自然不能坐以待毙。 这次的丑闻对李一峰来说是未聊到的结局。 不仅自毁星途,还自断财路,背负上天教为约金,更成为人人喊打的臭虫。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就由自取,作为公众人物,给大众带来恶劣影响。 以此次对法律试探,漠视罪责与底线,被打入深渊也是活该。 同时也让更多娱乐圈明星明白,底线不管是谁什么时候都不能触碰,不然也会步入李一峰后尘。 最后如果他真能在东南亚付出,希望能够反思自己,错误不要再犯,珍惜机会做好表率。 足够安全呢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